成為一個藝術創作者 我看待事物的視角 還是習慣性能用美學的角度先切入 我對圖像特別的敏感 我覺得在沒有文字的圖像裡面 圖像反而會有更多的想像空間 那些想像空間就會讓你覺得 可以為它填上什麼 或為它說怎麼樣的故事 旅行對我來說非常重要 我覺得在每一次的旅行過程中 我都能找回對生活的好奇心 跟探索我的感覺 這些東西最後 會轉化成為創作的敏感 或者是一種情緒 第一次看到PoMax的包包 我覺得很酷 他們有很多跟藝術結合的包款 很大膽而且創新 你可以在他們的餐廳裡面找到 非常時尚的款式 你可以找到很生活的款式 就是很隨興的一杯 就能出門的